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常人对残疾人 城里人对农村人 有知识的人对无知识的人 今天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被这两个字蛊惑的人大多余味无知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有偏见的人 心里都住着一个贼 前两天看了一部纪录片 叫《不中看的美食》 纪录片里有这样一幕场景 部分美国人对中餐 有一种天然的抗拒 他们认为中餐使用了胃精 吃了以后会出现头晕 口干舌燥 血压爆表等症状 为了打消顾虑 很多中餐厅都会在门口显眼的位置 打出标语 为了您的健康 我们绝不使用胃精 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不敢踏入这些中餐厅 让美国人浑身难受的 真的是胃精吗 一位名叫David Chung的寒衣大厨 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David邀请了一些志愿者 让他们来谈谈 吃中餐的感受 一位中年妇女 描述自己吃中餐以后头疼的经历 说胃精让她有一种可怕的紧束感 感觉脑袋在收缩 下巴也发麻 还有一位中年男人说 每次路过中餐厅 都会想起被胃精所支配的恐惧 忍不住浑身颤抖 David并没有急于反驳他们 而是拿出一袋零食 分发给大家 大家边吃边聊 当大家聊得正起劲时 一位食品专家登台说 你们现在吃的这些零食里 都添加了胃精 各位感觉如何呢 所有人的表情都呆住了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胃精是美国使用最多的 食品添加剂之一 大量的加工食品中都有使用 而中餐厅 绝非主要使用场景 很显然 让美国人真正难受的 不是中餐中使用的胃精 而是他们对中餐的偏见 哲学家舒本华曾说过 阻碍人们发现真理的障碍 并非是事物的虚幻假象 也不是人们推理能力的缺陷 而是人们此前积累的偏见 有偏见的人 心里都住着一个贼 偷走了真实 留下了偏颇 人人都不喜欢偏见 可人人都会有偏见 还有一个故事 来自作家毕淑敏写过的一篇文章 翻讲的心 毕淑敏从西藏回家探亲 在路上遇到一个浑身仕途 穿着破烂的男子 想要搭车 男子声称自己的妻子生了孩子 为奶水 他跑出来借点小米 赶回去给孩子熬米汤喝 要不然孩子就会活活饿死 出于怜悯 毕淑敏让男子上了车 车子启动以后 司机告诉毕淑敏 说他以前有个同事 遇到一个很可怜的人搭车 结果上车以后 杀害了同事 甩在了沙漠 然后独自开车离开了 毕淑敏听完 立刻心里一沉 他回过头 再去打探刚上车的男子 发现男子正手脚麻利地 搬动他的提包 提包里装的是 他给父母买的礼物 为了不让男子得逞 司机加快了速度 因为车子剧烈地颠簸 男子只能紧紧把提包抱在怀里 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 在男子准备离开时 毕淑敏叫住了他 他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提包里 有没有少东西 爬到车厢 毕淑敏发现 自己的提包被结实地捆在木条上 捆绑的那根绳子 正是男子用来扎米口袋的绳子 原来是他原本捆绑提包的绳子断裂了 男子靠近提包 是想用自己的绳子 重新把提包固定起来 了解清前因后果的那一刻 毕淑敏说 自己的心凌空遭遇寒流 冻得皱缩起来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 别以为只有自己才被偏见伤害 你用偏见去拒绝这个世界的时候 世界可没空抱怨你 世界只会把你晾在一边 人人都不喜欢偏见 可人人都会有偏见 偏见仿佛一副有色眼睛 戴上了它 世界就失去了它原本的颜色 针扎不到自己身上 就永远不知道有多痛 偏见也是 你永远不知道 偏见会对一个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你一时的偏见 或许给别人带来的是一世的卑微 歌手周深曾在接受采访时 透露过自己的青春期经历 初中时因为声音酷似女生 周深被同学们称为不男不女 甚至还有人直呼他变态 怪物 偏见让他的整个青春期充满了痛苦 整个人变得自卑 敏感而有压抑 我已经学不会如何放松嗓子了 直到现在 他依然习惯性地压低声音说话 这个世界人人都带伤 有些伤痕可以愈合 而有些偏见 带来的伤无药可医 偏见只会让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远 让你失去对事情的客观判断的能力 其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见到很多带有偏见的眼光 如果发生交通事故 一方是女司机 就认定是女司机的责任 有一种偏见叫 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 如果一个人过于肥胖 就会觉得 这个人生活不节制 经常胡吃海塞 而有没有想过 对方或许是天生家族遗传 又或许是身体出现了状况 有纹身的人脾气冲动 有暴力倾向 一定不是好人 但你督定坚信的东西 未必就是正确的 不要用你的偏见 去轻易定义 或者平乱他人 《欲望山庄》里写道 柔软的舌头 可以挑断一个人的筋骨 语言有时候比暴力 更能伤人 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有些真相 你根本没有看到 管好自己的偏见 是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一个人越无知 越容易带有偏见 认知突围中说 当你的头脑 已经形成某个预设立场 或者你倾向于 得到某个结果时 你就更容易 在搜寻证据的途中 不知不觉偏离公平 很多东西你觉得不合理 是因为你的认知层次不够 固有的思维 让你无法理解 超出认知的事情 认知层次不够 看到的世界 全是问题 生活中 绝大多数的歧视 来自于偏见 而偏见 来源于无知 一个人越无知 越容易带有偏见 一个人想要消除 世界对他人的偏见 并无捷径 唯有多读书 多经历 多见世面 当你知识储备够了 眼界宽阔 认知提升 偏见自然会越来越少 当你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站上一定高度的时候 你就会懂得 尊重那些 你所不理解的事物 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 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 傲慢与偏见中 伊丽莎白听说 达西为人傲慢 对他心生排斥 有意疏远他 后来伊丽莎白又听信 军官威克汉姆 对达西的恶意评价 认为达西是个贪财的人 达西向伊丽莎白求婚时 伊丽莎白对他的反感 根深蒂固 拒绝了求婚 达西痛苦不已 选择离开伊丽莎白 并留下一封信解释误会 伊丽莎白了解真相之后 十分后悔 为自己的偏见深深内疚 故事的后来 伊丽莎白与达西 经历一番周折 终成眷属 正如书中那句经典名言 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 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 一个人只有放下偏见 才能看到更好的世界 遇到真正对的人 最后分享哈利波特 与死亡盛气中的一句台词 我们每个人都有光明和黑暗的一面 但重要的是 我们选择了哪一面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